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之下 饮食业的生意额大不如前 而可南的餐厅仍然开业不久 不知道她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事业阶段遇上新冠肺炎 令可南大失预算 不过她就表明会咬紧牙关 坚持做下去 事关她不想令到一班员工失业 对我自己来说 在这个情况下 她经营打和当赢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是确保员工 他们有份工有收入 其实这间店的开资大不大呢 一方面又要铺租 又要出钱给员工 我自己的经营理念一向都是轻资产的 希望尽量将一些固有的成本可以压低 包括了这个铺位 租金我是觉得OK相宜才会去决定租 而且始终是新的店铺 可能在一些食物的种类上 我们又不敢一下子要提供太多 因为太多的话 可能食材的选耗就会很多 所以在我们的人工方面的成本 自己的控制都是尽量可能在他们最有效的工作的时间里面 可能他们的工作量不需要很多 但我们要制造到有足够的效益 不可以折留就唯有想方法开源 可能为了增加收入可以说是搞尽脑汁 如果成功的话就有可能转危危机 始终做生意和做歌手真的发觉太分别了 不同了 我做唱歌你给我一支咪咪就OK了 但是做餐饮要顾及的东西很多 譬如我要顾及我的员工 我要顾及我的客人 要照顾的角度方面都会更加多 不停要逼自己去想 譬如现在在疫情的情况下 我可能真的要快点去转型 到可以做多些外卖 跟一些外卖的公司合作 另外也都刚才有跟你提到 可能是会将一些食物 既然是工场出品的一些 可以做到Frozen的一些食物 就要快点做了食物标签 和包装希望可以上架 亦都可以提供给其他市民去选购 这些对我来说是一些低点成本 亦都符合我自己轻資产的一个生意的原则 除了店铺的生意之外 演艺工作方面会不会有受影响 有 绝对有 是没有了 没有了 即是本身可能有一些演出或者一些商店 是的 今个月 我想都真的剪了十几个这些年纪饭 但是也理解 当然大家最重要是身体 所以没办法之下 我最近就不停在这个Facebook 和上线上唱歌 既然没得唱歌 那我就不如自己在家设计了一些东西 又不可以唱歌 那隔着Money和大家表演 没错 一样都开心的 是的 就是你怎样我唱 没错 多谢海南的分享 我也希望大家身体健康 希望活动生意兴隆 谢谢 谢谢 谢谢